我们家的肿公羊不行啦 得下一个肿公羊过来继承王位了 谁一生能娶300个老婆呀 我们家的肿公羊可以 一般我们这些肿公羊两年换一次 因为它可能会近亲繁衍 这样是不行的 而且我们选肿公羊的时候 都不是从自己的羊群里面选 要从别人家就是远一点的朋友家呀 就是放羊的呀 从他们家选这种一样的品种的山羊 几乎我们牧区这些哈萨克族的牧民 都不会选别的品种的羊 如果你的这些母羊是什么品种 它就会选什么品种的种公羊 而且你这个种公羊要管这么多的母羊 你得选一个好一点的 得选一个强壮一点的 这样的话这个繁育出来的这个后代也会比较好 它这么多年为我们家效劳一辈子 它的羊生也算是没有任何的遗憾了吧 得下一个种公羊过来继承王位了 我们家300多只羊 200多只繁衍后代的 剩下的100多只是被散过了的 看这一群就是我们家被散过的公羊 因为不够强壮 所以只能眼巴巴的看这种公羊 独自有150只母羊 旁边这头黑色的山羊品种和其他的羊是不一样的 因为它黑色的羊毛非常的稀少 所以它的价格也非常的贵 你看到没有这么多羊里面就这一个是黑的 而且我们这边的山羊肉特别好吃 比如说你到我们家来 你最常能吃到的就是没有这个繁育能力的公山羊 我们家的种公羊是不能宰的 而且公山羊味道真的太臭了 好了我得去赶羊了 你们家如果有种公羊的话 送到我这来 我给它送100个媳妇